紅豆 熊 鬧鐘孝之前,我已經醒了 第五位 大家好 我是miro 現在5點半了 晨早的5點半 然後我已經在吃早餐 我真的很久沒試過凌晨5點多 醒了之後在吃東西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的睡眠习惯真的不是那么好 平时这个时候我只会是 可能在吃宵夜或者是准备睡觉的时间 我这一两年来我通常都是早上才睡觉 我要天亮见到太阳升起我才会睡觉 但是今年年头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健康 然后我试试过去改善 那是成功了一个月的 但是那时候好像已经是一月的事了 现在是九月了 但是最近更加夸张了 我整一次睡了几个小时 然后又活动几个小时 然后又再睡几个小时 我下午五六点就睡着了 然后我到凌晨一两点起床 那是维持了几天的 我记得我上场睡觉的时候是三四点 我只是打算睡一会儿 怎知道我就睡到十二点多 但是我就觉得实在是太五点了 所以我就想着重新改善我这个睡眠的习惯 那我记得之前波仔也试过挑战一个星期五点半起床 我十二点起床 不如我再多睡几个小时 睡到五点吧 那所以就产生了这条片 那就是我会由今天开始 都是连续挑战一个星期 早上五点起床 但是其实今天是夸张到呢 因为我昨天太早睡了 然后我刚才是三点多 就已经自己醒了 然后我在床里硬要买买买买买买 四点半 差不多五点才起床 然后就下街买早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作息时间 可以变得这么夸张 那么乱 其实我睡眠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群腰 一月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成功改善到呢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很多工作 然后我真的很累 所以改到 但是可能一个人住 还有我也在家工作 所以自制力是差一点的 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很晚睡 然后睡一会吧 不觉不觉就会越睡越晚 所以搞到晚上又不晚睡 因为其实我看完波仔这条片 他说他觉得时间多了很多 然后是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是想挑战五点起床 那希望今个星期可以成功挑战到 然后就有点得益 我发觉我呢 早餐是因应不同的时间 要决定想吃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是好早好早好早起床的话 清晨时分起床的话 我就会喜欢吃包和喝奶 但是如果我是眼睛起床的话 譬如是12点之后起床的话 我会喜欢吃粉面类 所以要做一遍 一遍 时间过得很晚 现在只ской7时 现在是9点半 然后我非常醒 整個人是忽力充沛,所以我打算拍一條影片 對,家裡有點亂 想不到我弄了很多東西,現在只是9時40分 買哪個好漂亮 我看了這個 好漂亮 又來了,滿機 是不是,藍機 掛著滿機 原來本身番茄都是有春卷的 你看麻辣 現在是幾點? 7點50分 我冷了超過十幾個小時 我覺得現在很睏 好辛苦 吃完東西回去睡覺 10點 我現在回家了 我覺得很睏 其實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5點起床這個挑戰是不可行的 因為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改善我的睡眠習慣 睡眠質素 但是因為我其實出片時間是10點 即是韓國的11點 出完片之後我多數都會查一下 或者是回覆大家留言 但是我回覆完所有東西 可能現在是12點幾1點 我沒理由不會只睡4個小時 睡得少對身體都不好 所以我覺得有點違反了本身的想法 剛才我朋友叫我不要做這麼無謂的事情 其實我想一想都覺得 5點起床好像是有一點點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會調整到每天7點 明天我就會7點起床 我想不到第一天就失敗了 挑戰一星期5點起床 這個計劃 宣告失敗 7點 8點吃早餐 其實有點硬了 因為剛才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又攤了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現在我會有點發怯 現在我個人 有最喜歡的麵包加cream cheese時間 因為我剛剛起床的臉是極度浮腫 我不想化妝說 可惜沒有三文魚 其實我很喜歡這隻麵包 但它的質地實在是太過嚴硬了 其實咬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麵包皮 昨天買了這個皮琴 現在要先把它洗掉 超美 然後買了兩個枕頭袋 很舒服 它的材料是麵的質地 剛剛收拾了屋 然後我的床單洗完 然後在晾 我現在吃 粟米濃湯烏冬 然後現在在想看什麼 因為我吃飯 我一定有看劇或中文節目 很棒啊這個 我很喜歡粟米濃湯的任何東西 我想說 在韓國真的很難找到粟米濃湯的好音 我好像在便利店 找到一包包雪藏的 然後它味道都不錯 然後我自己加了蔥 還有加烏冬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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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是四點鐘了 其實本來我今天約了一個人在家拍片 我約他兩點 結果他現在遲了兩個小時都還沒到 在查看影片有沒有意外呢 沒有問題的話呢 就會可以出的了 沒看到你 吃到兩個小時半的人 我覺得我們不能約這麼早 兩點了小姐 不能約兩 我們請到王子小姐來陪我逛超市今天 好 現在呢 是 十一點 已經非常之睏了 直至總是OK 我應該要睡覺 其實我不想睡覺 但我真的很睏 我覺得我要睡 今天其實要剪片 但我實在是頂不住 我應該會明天準時七點起床 然後早點搞點什麼 平時呢 我就將它放在晚上做的 現在就逼著 我要將它放在早上做 其實我覺得都很好 我覺得 因為今天是中秋年假的第一天 就打算出來拍片給大家看 其實今天有點失敗 因為我今早是七點半 然後奶床奶了差不多八點才起床 因為這是我的睡覺 所以我們昨天聊天聊天有點晚 到晚了 差不多十二點的時候 然後我又很晚睡 然後我又在床上 又奶多了一陣床 但我早上是自己醒 所以感覺是挺良好 我覺得雖然只是第三天 但我覺得我健康了很多 今天完全失敗了 今天九點才起床了 好煩 昨天真的超累的 今天的早餐 結果呢 剛才吃完早餐之後 我又不小心睡著了 因為 睡太累了 然後因為今天中山節正日 吃完都冷了一下沒有什麼 所以現在的七點呢 就走出來吃飯 然後找了Shir Shir出來吃飯 啊 然後我們現在身處雲大 人多到爆炸 雖然中秋節有很多地方是不開門 但是雲大基本上全部都是一年開的 對 完全營業中的 所以旅行來這邊就沒問題的 雲大現在很多店舖都倒閉了 然後我這個紅眼就沒有了 然後剛才我們想找這個art box 又倒閉了 啊 怎麼會這樣啊 啊 我們來吃No Brand Burger 好便宜啊 這裡只是 5300 但我不小心買了一個大尺寸 其實我本身是中尺寸 不知道有沒有吃No Brand 但是我覺得呢 好乾 然後 這個更乾 什麼都不乾 咦 為什麼呢 會脹呢 因為呢 很多人都說No Brand 這些食口糕不會特別難吃 但我看到它的樣子 有 我就覺得好乾喔 嘗嘗嘗 我覺得我不會來吃第二次 也沒有不好吃啊 可是就是家裡弄的感覺 啊 今天完全失敗了 昨天10點多才醒 然後在床上吵了 過幾個小時 啊 今天是有點失敗 因為 我也不知道的 我真的很累 然後 其實7點多是醒了醒 因為我有交流中 但是 我真的禁職了很多次 每隔一個小時是一次 但是我真的定了 變成10點多才可以完全醒到 啊 今天是完全失敗啊 果然我覺得呢 因為我平時不是早起的提示 所以早起的我來看 是有點累的 已經過了幾天了 所以 那個辛苦有少少是累積了 我要跟王池見面了 我現在嘴巴沒有顏色 所以你要遮遮 哈哈 不過她想吃 沒有黑漿 但她現在在吃什麼 她不是黑漿 她是茶道苦伯 她只是湯飯而已 啊 啊 好開心喔 耶 好開心 因為我很喜歡吃吃中文的這個牛肉湯飯 它就是那個空南無魚 湯跟泡沫有肉 然後我們現在 呃 就是在新春吃完東西 本來想說來 幫他們買一些東西 結果因為 中秋節嘛 所以都沒有開 然後我們就隨便逛啊 然後今天還是有下雨的 就是9月份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下 就是雨啦 然後今天的雨很像 MIST 她說 然後頭髮完全變直 謝謝 謝謝 現在來了冬廟 因為我想找一塊 黑色的布去蓋我的沙發 因為本來買了一塊 但碰到它脫色 哈哈 然後呢 我的衣服 我的沙發 完全是染色 所以現在呢 就打算來冬廟 會不會找到 我想要的布 今天早餐 今天早餐是蛋餅 7點半 現在出去吃飯 過了過來江南 Wix這邊 對 沒有化妝 因為呢 我是約著胖東 嗨 胖東 你好 你好 因為跟熟人吃飯呢 不用化妝 所以就 非常之隨便 但沒有大眼鏡就出來了 大家都很喜歡這個星空陶書館 星期天沒有人 因為還是中秋節的關係 你先拍 哇 這個蘭 蘭 嗯 這個蘭 哦 這個蘭 超好吃 原來這個是蘭 下面的筷子 它本身是包 Poexe這間印度爺好像不錯 雖然沒吃到它的咖喱 然後剛剛碰到說 我們原來三個月沒有見面 沒想到這個酒 我們要咬牽了 今天完全失敗 12點半生起床 吃了一個米里的Pancake 現在是晚上的六點半了 好了 今天就是第八天了 剛剛就結束了一個禮拜的早起挑戰 說回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挑戰 因為我的人生其實除了學生時代 逼著要上學要早起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沒有試過早起床 我平時都是硬起床的那批人 尤其是現在我在家做事 所以更加不會有一個動力令我早起床 慢慢慢慢我就變了 早上才睡覺 很硬起床 這個習慣其實維持了斷斷續續 也有兩年多了 其實本身今年有好過一段時間 但是這幾個月又睡了 其實不多不少也有影響我日常生活 例如有些事情 我要日常才做到的 但是因為基於我睡覺的關係 可能很多時候 起床的時候已經做不到那件事了 很多我身邊早起早起的人 都有跟我說 他們一天的時間是有多麼充實 然後你早起床又會多了很多時間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這個禮拜裡面 其實有些日子我有事做 有些日子我是沒有事做的 但是每天七點起床 其實我覺得沒有令我的身體舒服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早起床完 然後就會覺得一天精神很充沛 然後又可以照多一些日光 然後令你身體健康一些 但是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我只是覺得很累 每一天我都是有點溫溫彈彈彈 醒不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心理作用 我會覺得 我七點起床 然後吃完早餐 可能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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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九個小時 才到晚上 我可以慢慢休息一下 做其他事情 然後 遲些再做 一直在拖拖拖拖拖拖拖 大家說的 早上有很多時間 但對我來說 是不成立的 因為我反而覺得 反正我有這麼多時間 那我就先坐一下 或者先看韓劇 然後可能很多時候就已經到 下午兩三點 所以這幾天 我覺得我是完全降低工作的效率 我是完全集中不到精神 但是平時我晚睡晚氣 因為 我有發覺真的我晚上 才集中到精神去做 就是說 晚上可能是晚上九點之後 到早上六點的這段時間 總之可能因為騷擾你的事沒有那麼多 因為我很懶惰這件事 所以我上網找了一個報道 就是說 根據BBC的報道 牛津大學和華沙大學的研究都有類似的結果 就是說 如果你剛好是神營人 那早起這件事 的確可以令你做更多事情 提高工作效率 但如果你是夜營人的話 早起只會令你更加痛苦 太早起床 你就可能要靠咖啡去提神 經常都會混混合國 到了精神應該黃成效率應該加倍的夜晚 又因為早起而覺得眼睡 所以最後的效率 是更加低 我覺得完全是說中了 所以我真的有理由相信 這個是基因的問題 我是夜營人 而只是剛好很多成功人士 他們的生活睡眠方式 都是這個組營人 所以根據這個一個星期的實驗之後 我覺得我破解了這個迷思 就是 真的不是早睡早起就一定好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睡眠方式 我覺得我以後都不會強迫自己要早起床 但我也會覺得 等到太陽升起才起床 是不太好 所以我可能會儘量調早一點 儘量凌晨大概三點左右就好睡了 我睡九個小時都是十二點 我覺得我應該調整一點 而不是完全把我的生活 pattern去調轉 但我也不是提倡夜睡是好事 也有很多研究指出 夜睡是真的對肝不好 然後皮膚是會差 是真的 都是那一句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所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做法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分享 可以幫我按理一下 記得follow我 大家喜歡我的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更多我的韓國生活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鈕 就不拍了我的早生影片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Yeah 謝謝大家的收看 Bye 謝謝大家